這一場2020的選戰 以總統候選人身分 出席的可能性是越來越高了 不過韓軍一轟炸 兩支英軍 一支扁軍 也不甘示弱 通通跳出來 這其中當然馬英九 還算是國民黨自己的前總統 韓國瑜一樣 不分內外 通通一致炮風 所以今天應該很多 國民黨的人非常錯愕 不只國民黨的人會有點錯愕 包含在美國的華人 聽他在講的這些僑方們 也有一些人覺得錯愕 不過這就是韓國瑜 觀眾朋友 就是為您介紹韓國瑜 你看他這個話 現在2019年 你說獨立超然的韓國瑜嗎 應該是說他自己做他的市場區 有人覺得他是不是 所謂開地圖炮 失言 我跟大家講 完全不驚訝 為什麼 因為你在2017年的時候 去看過他選國民黨黨主席 你就知道這些話他都早就講過了 每一句 包含了台灣鬼混幾年 包含了馬英九的時候 他可能有非常多不認同的地方 他早就都講過了 只是那時候你沒在聽而已 那個時候你沒有注意到 國民黨黨內初選 會去關注國民黨黨內初選 那時候還有洪秀柱 吳敦義 郝龍斌 你沒有去聽 可是網路上已經有很多人聽過 所以這個談話出來的時候 有人講說怎麼辦 他除了打這個所謂的阿扁 跟蔡英文兩位前總統之外 一個世界任職前總統之外 他馬英九也當作塞下去 對 因為其實韓國瑜 其實可以看得出來 因為我也訪問了馬英九前總統 問他為什麼這八年沒有 秘才找到那個在雲林的這個人 就是沒有出江湖的這個 那時候是維多利亞人 後來變賣菜人 他就說是我們的秘才的系統當中 沒有人提到他 他們關係沒有很好 但是也不會因為這一次這樣子講 就所謂交惡 真的嗎 因為他又回了 不曉得他的心理狀態 是不是一種補償作用 如果到這裡可能還沒有 到這裡還沒有嗎 這個秀琳姐講 這是兩次的訪問 第一次的訪問先開地圖報 罵三個台大的法律人 耽誤台灣二三十年 然後馬辦算是 也給了一個軟回應 就好 我們也是希望 歡迎他來參加我們的經濟論壇 第二天再去問這個問題的時候 就講說你先人辦這個 我不知道你是搞什麼 是不是先人心態 馬總統本人一定不高興 可是此刻的馬辦要不要 跟韓國瑜正式的所謂開看 其實也有什麼好開看的 就是他的看法 他沒有跟你那麼好而已 坦白講 他只是講出他的看法 他認為馬英九總統的這八年期間 並沒有做到他所講的 這個經濟方面 競爭力方面 國民所得方面有提升 我話要倒回來講 包含有人在談王金平也一樣 今天韓國瑜講這個話 有人去解讀說 講這個話到底是為了要選 還是不要選 應該是這樣倒過來講 不管他要選不要選 韓國瑜他一直都講這個話 所以他對於馬英九前總統 執政這八年 你說他有批評 他也不是說完全一無是處 他是說經濟方面 馬英九這八年並沒有做到 讓民眾滿意 那是不是如果馬英九 這樣子講 如果馬英九這八年 我都在採訪 我還是總統府聯會的會長 如果馬英九這八年 他所做他認為做得對的事情 讓民眾有感 兩個字有感 2016年的政權可能也不會就丟掉了 所以其實他所講的這東西是 他認為你是沒有得民心 現在國民黨如果要重回執政 還是兩個字 民進黨也一樣 蔡英文跟賴清德 誰來選不管誰 沒有得民心 誰出現也不會贏 你今天蔡英文 能夠把賴清德給幹掉 最後他就表示他能贏2020嗎 也沒有 沒有民心的人就沒有 所以韓國瑜今天走這個路線 是危險我覺得 因為總是會有國民黨內的人 我不相信百分之百的人 都因為現在支持韓國瑜 所以就覺得他講這句話沒毛病 可能也會覺得說沒有必要 自己的同志 馬英九好像也沒有對你口說惡意 你為什麼要去拚命馬英九 我相信 包含馬英九本人 以我認識來講的話 他一定不高興 可是至少在這個階段 以馬英九的這個 應該說家教跟修養 你說他會暫時忍住 對 我覺得他不至於會出來 就是再來開個記者會 就去罵韓國瑜 你憑什麼 倒不會 但是韓國瑜的這個說法 我覺得是怎麼說 就是他等於在做市場區隔 我們這樣講好了 我先跳通好了 你把此刻的這一個談話 所對於造成阿扁 陳瑞扁 跟蔡英文還有馬英九的 這些不快先拋開 你去想半年以後 如果他是這種參選人 他的這個slogan 能不能拿到最多票 也就是說國民黨跟民進黨之外 有沒有一群人 他是不管你政治人有沒有面子的 他管的是我的生活是要怎麼樣的 今天如果韓國瑜 他一樣是那種兇有地公 一樣是國民黨內的將綱文化 只要是大佬級的都不能碰 不能唸 不能唸 不能罵 不能檢討 他就可以拿到國民黨的傳統 可是拿不到國民黨以外的票 所以現在其實韓國瑜 我覺得以這樣的看法來看的話 趨近於我講51 我覺得方向都完全沒變 最後他會成為國民黨中參選人的機會 非常高 這種狀況下他所做出的區殼就是說 我是那個有檢討能力有反省 自己的同志有錯 我也不怕說難聽話的那個人 他會有傷 可是或許得到的更多 為什麼 因為比上次國民黨得票來講的話 381萬還有150萬跑去親民黨 或許這都算泛藍 他可以拿到我剛剛講的 381加150以外的票 也就是上次沒有投給國民黨 跟親民黨的票 再聽了他這樣的話說 好 既然你那樣子講 你可以保證讓我們的經濟 可能有所改善 我就讓你當一次試看看 或許他這種講法在傷了同志之外 包含其實現在王清平跟朱立倫的支持者 也很受傷 其實說韓國瑜好像一直這樣子 要來 然後強勢獅子伯兔 軍臨天下 我們都沒有生存空間 都快要呼吸不了了 大家其實內心有怨 可是這股事又擋不住 所以韓國瑜就是在走自己的路 不過韓漢也講到說 就是韓國瑜所講的這番話 在他競選國民黨黨主席的時候 已經說過了 所以他並不是因為要選總統 才拋出這些論述 可能這個時間點 對僑胞的談話 是適合講這樣子的一個話